都有每個人的不同的型 然後呢 你先認識自己是什麼型 你想想看嘛 有時候對照照片 你會覺得說 有人說我跟這個誰誰比較像 我就可以稍微從Copy 我就讓我Copy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要先從學習 先從那個學習它 然後Copy它 然後慢慢的就會變成你自己 而你不要認為說每個人都說 我要改變 我今天要蔡依林 我明天要孫彥之 我後天要像什麼 瑪莉亞凱蒂像誰 瑪莉亞凱蒂像應該不會有人要 就是不會有人想像 就是你要每一天要這樣 沒有那麼多百變的啦 說實話 百變的可能只有少數幾個人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角色 選好一兩個就好了 你把那個做好 做到底 而不要說我今天怎麼樣 我今天就是浪漫公主風 明天再過來帥氣風 後天又一個冷宴風 然後再到一天又一個AV風 沒散 選一兩個 那等到你駕馭的差不多 你的時尚的那個怎麼樣 學分 稍微高一點點 你就可以去挑戰下一個階段 一定是這樣 還有物以類聚很重要 比如說我今天跟怎麼樣的朋友在一起 這朋友會互相影響啊 比如這朋友呢 一些比較會打扮時髦 你就會 你就會怎麼樣 就會受影響 有些呢 稍微呢 可能就對這些沒有那麼在意的話 你也可以影響他們 你可以 因為人會模仿嘛 對不對 人常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說 他這樣穿著 久了久之 你知道朋友久了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會說 因為兩個好像的雙胞胎 為什麼 互相影響 互相學習 所以呢 除了做你自己的美女之外呢 你自己呢 還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把時尚的美男去貢獻給大家 好不好聽 好 會不會講太快 不會 我講那麼快的目的是因為呢 因為呢 我這樣有時間有限 老師也很貴 所以我是要把時間好好的 然後來看看檢查你們的 這兩邊的衣服 我有看到了 我要好好來 開始來檢查衣服 有沒有很期待 有 好 好 我們真的非常